抱拳 抱拳来说,第一是双手过拳 双手过拳,然后双腿并紧 并紧之后,它有两种方法去转身 第一种就是右脚前脚成为一种表力 扭一下过去,然后再弄它回来 还有一种方法,这是第一种 第二,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这是两种方法 我现在常用的方法就是 以前我常用的方法就是 再回来,再回去,再回去 现在我并不是用这个方法 我现在常用的方法就是 起来,回去,回来,起来,回去 我现在常用这个方法 这两种方法讲过 然后看你们自己的 但就我个人而言 我建议用第二种方法 因为第一种方法,第一是不好练 第二就是认气认 认的时候起不到太大多人 有个多是用来练气的 但是呢,实际上 当你的气不够放上的时候,不需要 我可能说你练功夫 然后,脸的神越长 你需要体系组越多 应该是越长,你细血越旺 越不足 当这是不受命令的影响的情况下 所以说,不需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